運氣跑得慢的話 大概跟你RAN也很有關係 RAN的話至少 現在的RAN是這樣 如果32位元的系統下 如果你即便是插了8G 它還是只能抓到3G 那所以 有時候還是不得已 還是要用到64位元的環境 它才可以真的抓到你的實體的RAN 那再來的話 我發現很多單位 還是 還在用XP 就是為什麼 因為已經夠好用 大部分人說真的 你說對RAN的需求 即便你插到3G 你run個Office 還run個沒有太多東西 其實3G怎麼會不夠用呢 所以你說要一般User去強迫他升級 到64位元的環境 真的蠻痛苦的 而且甚至現在還有個區域 甚至連Office都不想買 直接用雲端的就好了 因為有些公司直接講 就不買Office了 太不升級了 可能2003用到很習慣了 2007又換一個介面 可能不買了 只用雲端的 所以慢慢的這個部分 雲端的設計 將來你可能跟 或者跟手機 甚至我還聽過 有些公司是不給PC的 上班的話直接發個平板給你 頂多是給你一個鍵盤 然後你要用雲端的方式 但是把公司要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是一個趨勢 沒辦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按一下計算的話 比如說我每度電 假如5塊錢的話 5安培的話 如果500瓦的power 24小時 當然是蠻窄的狀況 一個月要1980塊 如果說你這個電費 原來如果是3塊 漲到5塊的話 基本上會差多少 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數字改一下 比如說原來是 還是 還是不是很順 3塊 比如說3塊錢的話 那他算出來的結果 5塊是1980 那3塊錢的話是多少 1180 18 OK 所以其實 那當然如果說3塊錢 那如果說你今天 本來你是用桌上型的 那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筆記型的 比如說 筆記今天大概就是剩下 大概55瓦好了 500瓦變50瓦 那你可以什麼 變0.5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是可以dissimo 可以小數點的 所以你把它改成0.5的話 0.5大概就是一個小時 大概是55瓦左右 所以按一下計算的話 會剩多少 一個月就只剩下119塊 所以如果你是用那個 每天 所以你是大戶 就是說你每天都開機 24小時的話 加上如果你有養動物的話 當然就一定要用什麼 用那個 養動物的話 盡量就不要用桌上型 養動物 所以真的 那個真的 你的電費的付出會很大 而且甚至我更建議就是 你看你們 如果你的CPU效能 不需要太高的話 甚至你可以用一個 現在那個 Atom的那種 雖然它跑得不夠快 但是四核心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新的這一款 跑得OK 而且它甚至將來是想要把它移植到 這個智慧手機上面 Intel 四核心 的Atom 要把它移植到那個智慧手機上面 那個效能上就飛快了 它現在雙核放上去那一款 已經非常快了 更不要說四核心的 所以將來的那個 這個手機的市場 它的整個效能其實會非常的高 再來的話 它也非常的省電 又快又省電 哇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所以很厲害的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程式主要哪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點了這個Select Select的時候 選它之後會跳出一個清單 然後它會觸發一個什麼呢 一個Select的一個 Select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撰寫方式 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們快速的幫各位做一個 簡單的複習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觸發點是在 這個上面 OK 那這個就是點擊它 它的名稱就是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 Input底線V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話 Input底線V 我們要建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名稱的話 跟著一下 這個應該是 那我連結的名稱 物件名稱叫SP 所以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我宣告 宣告哪些呢 我需要一個Spinner 需要有三個Editas 因為有三個資料需要輸入 再來顯示的話就是Test View 一個Response 然後一個Button 再來的話輸出這個有一個 這個好像是多出來 這個好像可以不要 這好像我印象中 好像這個字沒有用到 好像是多出來 OK 所以這個好像可以刪掉 沒關係 Safe一下我看一下 OK 所以畫面上面 這個好像多出來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一個Vols 這個Vols 就是幾伏特的意思 那我們接下來連結 連結也是三個Editas 加一個Button 然後加一個Text View 一個Spinner 這有六個 六個元件 那這個Spinner的這一個部分 我連結的是畫面上Input V 連結過來 那特別注意呢 我們的事件是 點下去之後選那個 Set on Item 特別主要是 Slide的這個Listener 然後呢 底下10座 特別注意 重點就是說 它會傳給我的 是一個什麼 Arc2 因為呢 無論是Spinner 或者是Leaster View 它的 比如說它的清單裡面的那個Index 是由這個參數 如果是int的參數傳過來的話 那我們是Arc2 那如果呢 Arc2等於0的話 表示 因為我清單就兩個嘛 它的Index是0跟1嘛 0的話是110 1的話是220 就兩個 如果Arc2等於0的話 那表示Volt 這個 這裡面我就放什麼 放110 反之的話呢 就放220 也就是說我這個變數裡面 主要是記錄什麼 記錄那個 幾伏特的部分 伏特部分 這個是Spinner的事件 所以非常簡單 主要是用if來判斷 ok ifelse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那個事件按下去的話 我要計算 那計算的公式 在那個 試題裡面也有提到啦 不過其實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瓦特數 除上除以1000瓦為單位 除以1000瓦為單位 除以1000瓦表示一度電 那一度電呢 在乘上你一天用幾個小時 所以這邊會有個hour幾個小時 在乘上30天 乘上30天 在乘上什麼呢 一度電多少錢 就會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那因為我要最後的結果 把它四蛇五入 所以最後的話 最後這個公司外面包一個什麼呢 包一個mass mass mass是java裡面的leg leg的一個套件裡面 leg套件裡面的mass類別 然後裡面有個方法叫rump rump的方法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四蛇五入 四蛇五入 四蛇五入之後的結果 再傳給total 那如果說你擔心這個計算結果 還會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它強制轉型一下 強制轉型之後的話呢 丟給total 最後最後再怎麼樣呢 把它response出來 那response部分的話 就用settest 就是利用那個testview裡面的這個方法 把最後的結果把它秀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有沒有 我按一下這個button事件之後 它會幫我把結果放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畫面上面的相關訊息 包含就是說 畫面上面的這個a 安培部分的話 其實取得的方法就是 丟給double 那用什麼方法 前面講很多就是 double.passdouble 做轉型對不對 那它因為丟過來的東西 是一個swing 所以呢我用gettest.toSwing toSwing之後的話 再轉型成什麼 轉型為double 特別是轉double 那因為這個地方可能有小數點 所以你不能夠轉型為int 如果轉為int的話 完蛋了 後面的小數點就不見了 小數點就不見 ok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的hour hour的話 當然你就 這個地方用int也沒關係 不過我們同意用double也沒關係 然後呢把它轉過來幾個小時 然後一度電 多少錢 那最後這邊就 那還有一個什麼 一個Volt 這邊會產生一個瓦 那瓦這個基本的電學觀念 對不對 Volt 乘上安培 就是你耗用的多少瓦的電力 那一度電就是再把怎麼樣 除以1000 就是你的幾度電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公式做完之後 輸出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 ok 這裡的話其實 程式並不會有複雜 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把介面 跟程式 兩個事件建好之後的話 那這一題就完工了 那實際上如果真的在考試的話 這個題目要半個小時要把它完成 半個小時要完成 當然是有點誇張 半個小時要完成 可是就是一個標準 一個標準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你要能夠達到半個小時完成 那就是真的要花時間 要花時間 而且考試的時候是沒有參考的 不能看書的 不能上網的 之前我以前監考的經驗是 剛好有人舉手 老師請問一下我能不能開Google 因為他可能忘記了 因為他習慣看到這 啊Google一下 當然是不行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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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